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亚慧 欢迎收看台湾亮起来 社会上有许多勇于行善的人 在情难的关键时刻 在台湾日常的各个角落 努力让好事发生着 像是这一位桃园单亲妈妈谢慧景 原本是在幼屋的家庭长大 她是幼稚园优良教师 但后来前夫外遇离婚了 为了独立抚养两个小孩 开始创业开爆抹红茶店 一位出入复杂 常常被人砸电闹场 K的头破血流 于是又改开洗车场 但经营不善倒闭了 最后温氏花朵跨入了八大行业 她变成欢场里头的传播妈咪 她总是笑领余人 把悲伤往肚里吞 直到有一次参加公益活动 才领悟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于是她开始号召更多人 一起来爱心送暖 除了一步一步找回自信 也找回和儿女之间的爱 我是谁 还有几个字都忘记讲最什么 最美丽 带着亲友们一起从陌生到熟人 让新儿们逐渐打开心房 谢慧景人称圆梦妈妈 会开始每月行善 和她身边的小公主小王子有关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那我在带着我这两个孩子的时候 最苦的时候 我们三个人就吃一个便当 我最喜欢吃什么 他们两个的回答是骨头 以为妈妈爱吃骨头的心酸 让谢慧景感触良多 当她有名利时 有天看到电视上的许愿术活动 决定挺身而出 你看 哇 哇 哇 这个蛋糕是什么 彩虹 彩虹 彩虹欸 因为我觉得虽然她很忙 但是她其实就是蛮热在其中的 我觉得她很厉害 妈妈很厉害 怎么做很厉害 有 可以这么油 怎么 一直保持着热忱 再去做 做她喜欢的事 现在一家和乐的幸福得来不易 谢慧景家中排行老四 小时候是车厂小公主 深受父亲疼爱 后来爸爸生意失败 加上妈妈重男轻女 她只急着嫁人 我们家那一条巷子 只有我们家有彩色电视 你看现在这样子 暴露了我的年龄 大家全部 那时候小时候 但是我觉得很讨厌 因为他们都来我们家看棒球 对啊 但是我 但是我到了国小 我六年级正职青春期要到国中的时候就家里经济就失败了 我亲眼看到我家就被贴封条 婚前她是幼稚园和安心班的优良教师 婚后好景不长她成了单亲妈妈 为了生活她开了家泡沫红茶店 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泡沫红茶店然后被砸垫 对啊 然后就是很多人会来寻愁 然后整个玻璃都破了 你有觉得我很味大吗 对 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时候就有人要拿酒瓶还是什么往我们这边砸过来 然后我们就冲出去 我为了保护就把他们两个抱住 然后我就被削到 那种卖养酒的去求救 我说可不可以帮我们叫修护车 其实我们小时候开泡沫红茶店的时候就他们小时候 他们两个应该常常看到被砸垫吧 对啊 是哦 他很小 那时候你会很害怕吗 我不行害怕 那时候我就会带他去厕所 然后把他耳朵捂住 然后跟他说就是再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出去 毫无红茶店聚集的青少年人人都喊他干妈 众人的干妈竟默默存了青少年们的领袖 有时候老大被抓到他会问我你认不认识这个老大 我们是两名公园然后可能很多台摩托特 然后就会在那边砰砰砰 然后就占了很多棒球棍 然后两边可能就会开始打架 然后脱卜就是打群架的意思啦 所以我才会去跟这些孩子讲说 妹妹是真的想读书的人 所以你们尽量不要去打扰他 所以我就一然而然决定把泡沫大店收起来 一群中厕青少年常引来警方扫荡 他带着他们开洗车场 胸怀大志却不敌经营不善 你是我学的我要让这些中厕生 我那时候还开始规划 以后你长大就中山店 国际店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学洗车 被他们搞倒 为什么他们就说干妈 夏天 夏天好冷喔 洗车 冬天又很热 要不要 夏天倒了啦 冬天倒了 日子还是得过 有干儿子说服干妈 转行传播店当妈咪 因为我做过幼稚园老师 我觉得今天要叫人家来做一个小姐 我觉得是推人家入火坑 我实在是真的做不出来 可是后来他们觉得 你看我们以前泡泡泡茶店的一些妹妹都已经去做传播 那不如带回来自己过 转念后他上粉书装 别人以为他们光鲜亮丽 但客人有生意客和黑道客 常常半均如半虎 曾有大哥急欠四千元 信会紧隔天去收钱却被羞辱 就是叫一些年轻人 把这些四千块换成五块十块的硬币 就到我的头 就一直到一直到 那时候我觉得我以前其实蛮勇敢的 我现在想起来可能 怎么变得那么脆弱呢 然后我就跟哥哥说我可以走了吗 然后他就说你钱不要了 我就说我可以走了吗 然后他就说你钱不要那你就走 我走到楼下我车上我就大哭了 我觉得真的超级委屈的 我也曾经因为人家叫不到小姐 把我的车全部砸毁 对啊 其实我也有被人家打过 就为了美小姐一直打我巴掌 就是因为我们会想到我们以前 其实过这种生活 其实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们常要做一些 尤其他的歌词有几端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配合别人 然后自己很不愿意做那些事情 熬过苦日子生意上轨道 他甚至带着旗下小姐开始做公益 我就会跟小姐说 你们跟客人讲 因为他们喝了那么多酒啊 要做一点好事 然后有些小姐会跟我说 不我不敢讲 我说你是在帮她做好事 你是在帮她 你是在给她做好事的机会 以行动证明 绝非说说 六年来的行动 她找到了价值与尊严 也修复了曾经疏离的亲子关系 你看我女儿现在立志当 专服老师的原因就在这 她说她要帮助跟她当时一样 无助的孩子 然后我听得很难过 隔一天 我就说妹妹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她又说可以 我跟她说 请你原谅当时不会做妈咪的我 因为我年纪轻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情绪发现 因为又加上爸爸有外遇 这个情绪是很差的 拍一张她很认真摆的 然后还要拍一张看镜头的 等一下妹妹你用交代嘛 然后我们先从这一份开始 这一份是爱心人事 所以等于说你们要对好 她这个名字在这里 苦难是谢慧景一行的契机 过程中她强盛的一面 产生的智慧与勇气 已经战胜了各种困难 的确行善不分职业 有心才是关键 继续这群人在台湾几次的 重大灾难 包括高雄气暴 台南围观大楼倒塌 花莲地震 都可以看见他们穿梭其中 这是台湾第一个 也是唯一拥有搜救权的 民间救难组织 叫做台湾精英搜救协会 而离婚人物楚心中 原本是高山祥岛 921地震那一年 他深刻体悟到 生命和其脆弱 人力又多么有限 正当不知道该往哪里下手 救人的时候 他看见日本搜救队的搜救犬 在黄金救命时间快速找到了生还者 他内心非常的震撼 于是决定要投入搜救犬的培训工作 但一开始没经验 到底该怎么办呢 楚心中土法炼钢 自己的家就是犬舍 所有基本训练都从生活中做起 15年来自掏腰包将近上千万 不只花钱还花时间 把工作以外的闲暇空档 通通拿来培训狗狗 假日他也不休息 才投入三年 他训练的第一只搜救犬 就获得了国际认证 更是官方消防救难系统之外 最强大的搜救胜利军 但他不鞠躬 楚心中说 成功训练一只搜救犬 救到一条人命就是无价的 这也是他心甘情愿投入的最大原因 狼犬桑尼在模拟地震后 凌乱地组合屋内穿梭 将近十间房间 逐一地搜寻生命迹象 那个救援组待命 不到五分钟 狗狗就找到待救者 并且由后续的救援队成功救出 这是台湾第一个 拥有民间搜救犬的救难组织 其中灵魂人物是他 楚心中 15年来自掏腰包将近千万 前前后后一共培训了八只搜救犬 有没有人 有没有怎样 你身体状况怎样 我认为训练成功一只搜救犬 它救到一个人命 是无价的 所以我很心甘情愿 在这一块领域不断地琢磨 不断地精进我的技能 救一救一救一 пож Egyptians 为了抢救无价的生命 楚心中还会设计各种陷阱 把代舊者藏起來 讓狗狗適應各種地形和搜救任務 連官方小劍怕熱的長毛犬種 邊境牧羊犬都被處心中訓練得服服帖帖 但其實他不是訓犬師出身 而是高山翔島 因緣忌諱地參加了山難搜救培訓 後來參與921地震的救援 在浮原遼闊的殘破災區 發現生命的脆弱和人力的有限 921地震之後 事實上在那個現場 我當場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他們搜救隊 他有指揮他們的搜救權在作業 我就發覺到說 哇 有那麼簡單方便的一個工作 就可以找到代舊者 為什麼我們台灣做不到 那個時候我就 在我內心之中立下一個志願 志願 然後我希望說 我在有生之年的時候 我有機會我一定要來訓練搜救權 生命探測儀它第一個它必須要架設的時間 當有任何餘餘症 或者是有人在吵雜的時候 它比錄影還要嚴格 因為細微的聲音它都無法接受 所以它全閃一定要靜音 然後再去做生命探測儀的一個操作 但是搜救權它不需要 只要有人它是屬於有生命狀態的時候 搜救權它會在最短的時間去做定位 我們民間單位 經費比較集居 所以我們的飼料 一般都是量販店的飼料 開動 開動 想培訓搜救權 但是沒錢沒經驗怎麼辦 儲心中土保練綱 自己家就是犬社 所有基本訓練都從生活中過起 這個是訓練 它的專注力 你們在家就會在那邊這樣嗎 對對對 我們這樣子訓練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它做搜手的訓練 我這樣也可以練習 對對對 在家就可以 對 那你去 看 看 你看 它會去找 去聞食物 哥哥 哥哥 Yeah 來 邊跑可以邊吃喔 對 平常我們速度會快一點 喔 看到嗎 這個還要做嗎 比這個還快 這現在只有6而已 一般它跑到8 好 工作之外的所有時間 通通拿來培訓狗狗 假日也不休息 投入搜救權領域短短三年 儲心中所培育的第一隻搜救權 卡拉 就獲得了IRO 國際搜救權組織認證 15年來它帶著一手訓練的狗狗們 參與過八八風災 高雄氣爆 圍貫大樓倒塌等各種大小災難的搜救 也成為官方消防救難體系之外 最強大的搜救生命軍 長期以來 我們是經歷無數次的挫折 無數次的折磨 然後才慢慢的慢慢的走到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規模狀況 那除了遇到挫折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算了那我不要培訓搜救群好 或者是說讓你一直可以撐下去的動物 執著 執著 所有的達人他能夠成功 都靠一個執著 當你知道說 剛剛定位的那個頂 他真的救出了一個人 然後環救了他的生命 對你們來說那種雀躍的感覺 感恩的心不是喜悅的心 對 感恩的心喔 對 感謝他有機會讓我為他服務 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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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放出去的時候 在一個氣味 他聞到氣味以後 他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機點 他會轉頭 好 你們注意看喔 他已經找到人了 這個時機點非常重要 因為他可以協助我們營群員 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去判斷 帶救者 他的位置 大約在哪裡 小心 走 溫楚欣中 最初投入搜救犬培訓的目標 達到了嗎 他笑說 救人是永遠止盡的 如今的他退居第二線當教練 要培訓更多的民間訓權明星秀 不只傳承技術 也傳承 逮救人 內克感 在別人最需要的時候 能夠這樣鼓起勇氣穿梭在災區 非常令人佩服 而繼續 他也同樣在別人最需要的地方 伸出了元首 這是屏東高樹鄉的單親媽媽 陳文靖 高樹兩萬多人口 是以務農居多 而且一大半隔代教養的老人小孩 住在這裡 陳文靖就這樣成立了 慈惠善導書院 以課後安靜般的形式 免費照顧偏鄉的孩子 陳文靖告訴我們 自己成是家暴的受害者 兒子缺乏父母關愛 而悟無其途 入獄服刑 他不希望這群可愛的孩子也一樣 所以想盡辦法 讓他們在困境中 依舊懷抱希望 可以自立自強 好吃的早吃 快來吃一包一百 買一包一百喔 我買一包 買一包 買一包 你們很棒耶 我現在給你吃一個 對 高樹的早吃 來 高樹的早吃 來 高樹的早吃 來 高樹的早吃 好 OK 好 謝謝 你們兩個怎麼這麼優秀 小小年紀的孩子不怕生 邊請人試吃架子 邊叫賣 試試看一看啊 我們的架子很甜 很甜 不要打農藥喔 妳說妳在哪裡賣 他們就很手上提的那個啊 妳帶啊 喔 小朋友來 這個很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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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 吃吃啊 好可愛 這在哪裡種的啊 這在高樹 不只是賣架子 另一邊的攤位上 正敞開喉嚨 熱情招呼 來看一看喔 好吃的雞蛋糕 一份五十 兩份嗎 兩份一百 兩份一百 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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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很可愛耶 怎麼感覺像愛心 這個 你看它這邊都有在刺 這個刺 要小心不要被它刺到 太小顆不要摘 太小顆是小孩 讓它長大 好 這顆很大顆 哪一顆 我們有幾顆 是大顆 來來來看一下 這顆是裡面最大的 看你們在多少顆 這顆裡面最大的 這超大的 好像棒球喔 這可以 這像蘋果 這青蘋果 才專心摘棗子十分鐘 男孩子看到 新奇好玩的 馬上挑皮搗蛋 蛤 那何必是能用那一根 丟我肚子 不要這樣子玩很危險 劉友志 這個都是食物呢 不要這樣子玩 也是 那個可以當養分的 帶領這一群孩子 是這一位 單親媽媽 陳文靜 棗子園 也是我們家裡面的 阿公阿嬤種的 那平常我們幫他照顧小孩 那現在他園裡面有些棗子 他就會叫我們採去賣 因為他也知道我們 經費非常拮据 他就把那個園裡面的棗子 就叫我們趕快去採這樣 原本在屏東鄉下 開啟安親班 卻不只是教功課 我到高速來的時候 我發覺是更多 他的比例到五至六成 所以我就把他留在這裡 我把自己留在高速這裡 那我想要成立孩子 第二個家 我都覺得孩子 其實他只要有人去陪伴 我相信他不弱勢 他心靈不弱勢 精神上也不弱勢 會想成立孩子們第二個家 因為陳文靜感同身手 那我也不知道他很愛 賭博 然後後來就發覺 他女人緣也很好 那當他回到家的時候 有時候會說要拿錢 還沒有錢 他可能急著要一些錢 然後就去傷害到小孩 那時候我就跟他拼了 曾經深愛的丈夫婚後遇到種種誘惑 變成慣性家暴惡夫 最後他陪上積蓄 換回自由之身 想不到卻面臨更大難關 後來他就進監獄 在二十幾年前 單親是很被歧視的 那也就是這樣造成他心裡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在監獄裡面去探望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媽媽你趕快抄 他寫了很多紅字 那裡面很多電話號碼 請我抄 然後就這個孩子沒好啊 還沒救啊 你不用再打電話來 那時候其實給我很大震撼 刺龍刺鳳的圖騰 卻是配上年輕臉孔 怎麼先被親生父母給放棄了呢 陳文靜不妥協命運 決心不認命 被家暴的婦女 擔心的小孩 還有隔代教養 這些事情都是發生在我家的事情 所以我用同理心去對待這裡 然後慢慢的就跟這些孩子 建立一個第二個家 因為我都覺得說 孩子要一個根啦 所以那家裡有些家裡 那就是爸爸媽媽都吸毒打架 甚至拿菜刀這樣追來追去 這裡沒有吵架 沒有劍拔弩張的大人 沒有酒瓶 沒有恐懼 卻有笑聲 范菜祥 好 很好 把它拿起來 要再找一個盆子來 來文珍你自己來 給兩剛才 可以低到滿低的是 靠自己雙手付出 需要學習 這裡的孩子 家長們都不教 但是院長媽媽教 我是單親媽媽 我可以去申請社會補助 我從來都沒有去申請 因為我很怕 人的骨氣會被人 錢磨掉 那我如果說 我今天去拿社會補助 拿習慣了之後 我那個鬥志跟骨氣 會慢慢被削減 手心不向上 彎下腰 手心向下工作 土地都會給機會 只要孩子們留根 用心耕耘 都可以遍地開花 好開心 結果 結果結果結果 結果結果結果 家就應該是這個樣子 這樣的氣氛 家的元素 在這裡得到 沒有寫圓 卻是甜蜜的家 更讓小小腦袋們 編織出夢想 我以後想要做的是空間 因為可以環遊四處 我以後想做工程師 因為可以幫人家蓋房子 我將來想直播當YouTuber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到我拍的影片 我將來成為FBA 因為我想為我們國家 這句榮耀 我要讓專讀書賺很多錢 幫助別人 這些故事是台灣各個角落 愛的進行式 不過也有人強調 自己的公益付出 不是因為愛心 而是見不得生命痛苦的不忍心 這位獸醫師林雅哲 小時候非常怕狗 沒有想到後來當了獸醫師 她還自備工具跟麻醉藥 跟著動物保護團體 踏遍台灣各地 義務地協助流浪動物 先結紮 接種疫苗之後 再原地回治 也就是所謂的TNVR 當然偏向開刀設備和資源 都很不容易的 但林雅哲夫婦甘之如意 不只是當了30年義工 還號召更多人的加入 夫妻倆說他們收到的回饋 比付出還多 沿途的風景 就像是在旅行一樣快樂 來 這個是重的 一抵達宜蘭東植物防疫所 動物醫院醫師和助理們 馬步停蹄和志工一起布陣 讓空間瞬間變成手術場地 今天這個算是小蝦香 所以規模比較小 我們平常大概是九大香 外科器械和醫療器材逐一就位 一旁志工也佈置好術後回復區 每逢每週三或日的醫院修整日 就是他們下鄉捲育時 2012年開始推行的TNVR行動 已經累積超過百場 免費替上萬多隻流浪全貌捲育 牠是米在外面生 對 牠媽媽米的手腳 在酒頭旁邊生 對 牠穿了這種 牠穿了很多時候 如果是一旦問牠朋友說 牠到牠是在哪裡生 要跟牠房子所說 牠就有骨髒 牠就去抓來牠 不然這樣下去就看不完 過去每年3600隻左右的流浪犬貓 進到收容所 時間到無人認養就遭撲殺 直到獸醫師林雅哲提出了 源頭絕育 帶頭從台北把醫療資源 帶到資源分配布軍的偏鄉 TNVR行動已經讓宜蘭防疫所的收容量 逐年減少剩過去的三成 多說謝謝啊 因為酒之的生命就這樣子 有點捨不得啦 可是還是一樣啦 因為結掉掉還是拿掉會不對 以後會對比我們比較好 因為太多隻了 因為如果我們送給別人 人家不好好養的話 我們會心疼 牠獻你的時候是因為 你解決了牠一直 無法解決的那一塊 那我們就覺得 這是對的 我們的方向方法都是對的 最安慰是這個 做這些事情喔 你不會特別覺得說 我是因為我慈悲 因為我愛心 或者因為我什麼 其實當一個醫生 這個角色的人 他的人格特質上 就是要有不忍之心啊 那就是要能夠 那個有看到別人的痛苦 看到別人生物的痛苦 要有感覺 林雅哲的行動 一開始是因為愛媽們 他們拼命尾拼命抓 但流浪狗貓的繁衍速度 實在驚人 一個愛媽已經在外面 她不是有很好的收入 她根本就不肯負荷 就像看病要找出問題 林雅哲看到問題源頭 認為應該尊重 溫和無害動物們的生存權 但一路充滿內憂外患 對外有公布門的守舊 對內有動保團體 甚至受益師工會認為的免費 是在佈會行情 如果你今天去爭取的 努力的事情 是你一個個人的事情 個人的利益或成就 如果他付出太大代價 那就算了也沒什麼 可是如果他是要去 處理一個弱勢生命 或者整個社會的問題的時候 你是沒有放棄的理由嗎 你上次說0.5 上次大概0.4多 現在 這次量多半是0.27 林雅哲的行動也感染周遭的人 不只有同為受益師的太太支持 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 因為他是每一場下巷都去 對 那就像我們 他現在是沒有在看門診 然後就是專心參與下巷的部分 對 然後 但我們就是去下巷 有時候像去台東 就連續個十幾天那樣子 然後不只醫生很辛苦 也就是助理也很辛苦 三十多年來不遺餘力 林雅哲更常前進第一線 落實TNVR 等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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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和各地愛媽或大學相關社團合作 只要發現未絕育的流浪犬貓 它就會出現 對 台外妹 這樣它我們的門比較好安全 如果你躲著的時候 蚊子在那邊頂你 可是狗已經在吃了 你不能驚擾牠 那不管你是蚊子還是螞蟻 你就是要忍耐 圍梨內放入食物和水 志工小心躲藏拉繩 只要犬貓進入圍梨 門一關 流浪犬貓就會被捕捉 但想將牠們平安帶回捷渣 就得出動吹劍 我大概會放四到六坪 但是你一輛車能載的很有限 所以你一次能抓到三四隻 就不得了了 一兩隻也很高興 不管是神區還是地形奇特周邊 它工具一杯就會使命必達 像是這地方 對啊 林雅哲很多 這個是他們要抓去捷渣 要把它捷渣才不會又變多 我以為說是這邊的動物 沒東西吃要 是也是為牠 但是騙牠進去以後 抓去捷渣完 再給牠在這邊 牠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不管艾媽出動雞腿 還是罐頭犬隻依舊不見蹤影 牠們努力找尋 終於在草堆裡發現三隻黑狗 劉威抓了三隻總共六隻 牠們現在被嚇到以為什麼東西 砸牠們 然後牠就躲起來 然後聞到味道慢慢慢慢 沒有人干擾牠再出來吃 我現在出去 有時候我們開車經過哪個地方 這裡來過 其實想一想 大概都是抓狗來過的 各種山路很多都變得很熟 小時候怕狗的林雅哲 長大後成了獸醫 還帶著同事獸醫師的妻子 和醫院夥伴們一同奔起推行TNVR 這是牠對周遭苦難的回應方式 我們兩個的需求其實就是很低啊 就是只要基本的生活夠了就可以了 有力量去幫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動物 那就最好 當我們走出來下到農村下來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很多回饋 就是很多人情味或者是我們接觸到 看到很多的風景或者是 嘗到各地的美食 那覺得一直都在旅行 很快樂 林雅哲醫師口中的不忍之心 在接下來這位鄭老師的故事裡頭也有共鳴 他說這是一種不甘捨不得 這一位更生人口中的鄭老師鄭義龍 是很資深的更生輔導員 他當了22年志工 輔導超過600位少年 他因此深深體悟到 犯過錯坐過牢要回到社會不難 但要過正常人的生活可就難上加難 於是他以一己之力成立了三間中途之家 讓犯重罪被關了幾十年的更生人 年紀大的沒辦法工作的和家人疏遠 回不了家的都有個其身之所 當我們實際拜訪才發現了 鄭老師默默行善的付出並不止如此 他還幫忙找工作呢 免費帶出國增廣見聞 想盡辦法要協助更生人適應社會 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守法 不能再犯罪 這樣的付出 女兒其實一度不能理解 我們帶你來看這位輔導員 不說漂亮話 還用行動 對這一群沒有血緣的家人 付出加倍的關懷 如果被更生人來講 這是海納反傳 因為我覺得個案什麼都有 強姦殺人的 詐騙的小偷的吸毒的 什麼都有 幾乎網羅各種各式一樣的犯罪 但是進來這個門就不能再犯罪 哇這是土豆不亂 那你吃肉嗎 吃肉 吃肉 你看到是嗎 天氣冬了三個多錢 進了這扇門 不准再犯罪 這個家是志工正義龍 22年來給更生人機會 重申的避風港 這好看嗎 蛤 這太 好看 好看 蛤 讚啊 你怎麼看這個 和他們話家常 當家人般照顧 曾犯下重大暴力重罪 性侵害罪等等罪名 被關了十年 二十年幾十年 出獄後 沒工作的 沒家人的 有家歸不得的 鄭義龍22年來自掏腰包 三千多萬 買房子租房子 成立三間中途之家 收容累積超過六百人 我總覺得這些人 都需要我們幫忙 而且你知道我們都是一個 好像老大哥的心態 有人需要幫忙 這種很多虛榮心 就一路這樣陪他 陪伴下去 像那個雅巴 他能夠工作嗎 而且 他也可以到療養院去啊 可是問題到療養院去的時候 他會產生到 就跟煎一樣 被眼睛打蝦一樣 他只是勾動力沒有 一起衝突的時候不會處理 就前頭來了 前頭來就會出事了 在這邊 他有事會找我 我會替他跟各位協調 勢如幾出免費成立中途站 一路做了二十二年 從事成衣貿易的鄭義龍 會有這樣的一舉 是當年搬家千學區 一向成績優異的大女兒 國一月考全班成績 第一的讓她開始憂心 深入其中才發現 班上弱勢孩子問題 他把我們放到的班級 是一個傍年班 全班 第四月考 國運數不到四十分 我想完蛋了 而且很多都是單親的 有的淘家淘學 有的去偷竊 在這種班上 永遠的地位沒有什麼用 然後再回頭看我們班上 有的被關了 有的單親的 那剛好我又很積勃 就到少官所去 一看一訪問 才發現到 少官所那時候 關了四五百個人 我那時候去關說 怎麼會有這麼多 不公平的事情 孩子都那麼小 然後就很自然的 加入這種根深的活動 各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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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什麼事嗎 有 這個賴同學的狀況比較特別 那就麻煩您多關心她一下 好 那我現在打給她 OK 謝謝你 謝謝 為了挽救曾犯法 被收容到少官所的孩子 鄭義龍的雞婆 當起了志工 從此 人人喊她 鄭老師 聯絡個案入間探視 她才發現 更生人更需要重生 方壽型人 去除標籤 需要更多的關懷與愛 於是她借菸借應酬 一點一滴省下來的錢 租房買房 從少官所到成人間 從關心到幫助 無家可歸的更生人 簡單講就是說 一個緣分 你要出來 假設你時間門檻到了 可是你出來沒有地方 那有時候都是很長 都是 就是 情緒很長的 你關了二十多年 那跟家裡都疏離了 而且你出來也沒地方住 也沒有 哪個地方也沒有辦法聯絡 所以 假設有人就不會讓你出來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地方 長時間關了一下 人家 一般意到都是那種 患得很嚴重的罪 所以一般都不敢收容你 那包括我們更生 保護會也沒有地方可以收容你 所以我就是來補 這一塊不足的地方 鄭老師把那些個案 就是住在他們家的個案 就是把他們當作是家人的概念 所以他會 包括帶他們吃飯啊 然後旅遊 甚至出國 都是鄭老師自己 就是一手包辦 老師你常常開車在阿福祖前 你知道嗎 對啊 你去哪裡啊 不一定啊 有時候去 去立島啦 台東啦 想到哪裡去玩就哪裡去玩啊 隔壁的就像我的兄弟一樣 像我的兄弟啊 他跟了我十年了 今天有什麼東西要吃的嗎 好吃的 好吃的啦 這創作是要給我們好了 鄭一龍幫他們安置一個家 讓再伴率降至零 能工作的輔導工作 年紀大無法工作的 鄭一龍就帶他們 看病就醫 吃飯旅遊 在他們眼裡 對鄭老師無私的愛 很是感激 都帶你們吃這些 就煮這些 不是啦 該有的都有 我會有的 該造成的都會造成 老師是一個怎麼樣的男人嗎 他根本不是人 為什麼 是人的話 不會做這種工作 老師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因為他 他在過程中看到很多心酸類啊 他又要花錢 又要花時間 然後又沒有賺到任何錢 因為不捨伸出援手 一路來心如大海的默默行善 主導過上千位更生人 導正偏差行為 這些年 貨班法務部 教育部 衛福部等二十幾座講座 家人也從一開始的擔憂 漸漸明白鄭一龍的心意 以前媽媽多少會有點擔心吧 那種 不了解 我覺得難免的 我也會啊 舉一個例子好了 當時我在念書的時候 最大的反彈就是 他要接什麼CAS 我都沒有意見 就是你真的是 不要弄到我們這裡就好 我覺得沒關係 但是 性情犯會 會因為跟自身相對來說 比較有切身的關係 所以會覺得很 比較反感 然後會覺得 你有兩個女兒耶 你這樣子好嗎 在這附近 那當然他那時候 他也很不高興啊 那人家就沒有生存的權利嘛 人家如果要改過自行 就沒有這樣子的空間嘛 說這個更多是頭越痛 因為表示犯罪的係數太高了 最好這些人都不要有收容 那我們社會就很平安 那是我的理念 那既然出了問題了 好也需要幫忙 我們就來幫忙他吧 包容接納 給予更多關懷 鄭一龍說 他樂當志工 人生無所求 只希望台灣安居樂業 不為罪犯苦惱 歡迎回到台灣亮起來 繼續台中有家清潔公司 這老闆叫張明富 不願不願聘請的員工 他都收 他找來了街友 更生人 高年級實習生 和弱勢者當同事 有時候缺工 還會主動出籍 帶著食物到地下道 向街友發明片 問他們要不要來上班 有吃有助有勞健保 可以度過低潮再重生 張明富原本是 薪水很優渥的藥廠業務 又在補習班當老師 中年之所以創業 改開清潔公司 背後支撐他的力量 是親生兒子 泡地 帶你認識這個偉大的父親 現在跟兒子一起工作 照顧孩子也照顧入室 敏捷熟練的打掃 六十歲的王元忠 對社區清潔 充滿熱忱 且相當珍惜 中風 開這個道 十五年前 中風 這個車後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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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力不從心的身體 和一家六口的壓力 讓他曾抑制消沉 但這位高年級實習生 如今有了不一樣的轉變 手上有什麼關係 人家說的 從哪邊跌倒 從哪邊跑起來 對不對 或許你比別人困難 但是 你已經爬起來了 你缺少了 自信心 對啊 就這樣子啊 在這邊 大當家裡已經是在去 這是我的舞台 這舞台是誰 給我的 我們老闆 聘請高年級實習生的老闆 是他 張明富 成立清潔公司 已經六年 全台十九家據點 已經幫助上千名弱勢 生長者 皆有更生人 自力更生 哈囉 陳監事副總 我們打動他 是說 這些人不是沒有 不是說他 都是有問題的 我們會慢慢做給他看 在環境上 雖然動作會比較慢 老實講 仔細度 絕對不會輸給 一般人 社區和保存公司 能接納配合 因為他們看到了 老闆總親力親為 張明富過去白天 是月薪十萬的 生計業經理 晚上是補習班老師 會創業開清潔公司 他說一切 應使命使然 像我太太 她是做外務的 跑外面的 一個月也有三四萬塊左右 我們兩個加起來 薪水是不錯啦 我們為什麼會挑 進來這邊就是 可能就是一個使命吧 我們是想說 繼續做下去的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是中年 我們兩個加錢 年齡已經是中年了 中年我們想說 要靠自己來創業 然後搬出商 不管我們賺多賺少 雖然現在收入 沒有我們兩個 以前的薪水這麼好 你五個可以找陶螺嗎 五個 那我現在有陶螺 只要缺工 張明富就會拿著食物到地下道 希望街友們能有機會 重返社會 你是住哪邊 我兒子 你兒子喔 怎麼媽媽帶小孩子出來 你們母子倆先來我們那邊工作 工作完以後存一筆錢 然後媽媽再去租房子 譬如說到我那邊三個月再出去問住房子 你們兩個母子就可以好好這樣子 假批的話 禮拜一就跟你說 禮拜天就很冷了 還禮拜一 韓流就又來了 擔心母子繼續流落街頭 苦心順說 終於將他們帶回 原來張明富的清潔公司 不僅公吃還公主 帶我去看一下你的房間 船部在哪裡 在這裡 好來看一下 有沒有整理好 有喔 哇整理得很棒喔 宿舍內有門禁 尤其禁止賭博和喝酒 內務軍事化管理 人工能自律 越能財富自由 我每次進來的時候 我會先看看他們的內務有沒有整理好 整理好的時候就 看看這邊 有沒有藏一些東西 有時候上次還有放什麼科學面 一些什麼乖乖等等的 因為我說我們是開清潔公司 你是做清潔人員 你自己的清潔都做不好 那真的做不過去 讓這些弱勢者有個遮風避雨的家 張明富就像個百度人 給他們人生重新來過的機會 我們就要洗一洗 在這邊我們提供脫水機 給他們自己去用 脫完水的時候再曬乾 希望他們從這個小細節自己做 然後把錢省下來 做好理財規劃 把錢用在哪裡 將來他自己的生活 還有記得我跟他們講說 有兩個字一定要做到 就是孝順父母的 即使被孝美賺錢也跟之如意 能同理弱勢者們的處境 或許因為張明富家中有心兒 他更能將心比心 沒有洗看起來噁心 我上禮拜才去用一樁旁邊 泡板啊 人家搬出去的餵豬 人家請我去整間打掃 喔 整間很可怕 人獨自打掃廁所 廚房甚至整個社區 就是張明富一步一步的耐心陪伴 打掃快樂 看起來比豬 豬看起來比較舒適 又單靜 人家很好的好爸爸 開一家清潔公司幫助人家 對 幫助人家那個 沒有錢啊 沒有電話鐵柱 去把安置回來 好 開始 爸爸的身教兒兒子泡地全看在眼裡 貨子倆最常和員工們一起出門清潔 重新再活兒過來 感謝老闆啦 他是張善仁 善良的善仁 仁慈的人 其實他第一次稱出張善仁這個人 我也是嚇一跳 這樣子很感動啦 他有時候會擔心說 老闆我會不會到時候會沒有工作 我說沒有關係 你不用怕 我們這邊 我們公司不會缺你一塊 少禮付那個碗筷 我會繼續再找工作給他們做 信任並相信眼前的每一個人 鍾名副為他人翻轉秘境 擴大幸福方式 為什麼開心 會出來學學 你最喜歡哪個 學畢 學畢 為什麼 以後可以學 以後可以學喔 學學以後可以自己出去 對 出去再開一家跟我拚喔 不管是說我們的圓東被讚賞 或是自己的兒子被讚賞 聽到我的耳裡來說 都是非常辛苦的 是這樣子而已 加油 一直挑戰 今天的台灣亮起來 節目內容是由三立電視 與公益傳播基金會一起合作 我們介紹了六位 敬應勇為的獨獎者 他們在第二屆異形獎當中 從初審到決賽 脫穎而出 以行動證明 社會人情並非冷漠 台灣難免會有天災人禍 那這個時候我們都是看新聞 趕著急 可是卻有一群人 他們就是 就是起而行的去 去救人 甚至還要訓練狗去救人 這些都是很了不得的 可是我看到一個桌球老師 他也教這些弱勢的孩子 然後就帶著他們做公益 哇原來一個桌球可以 可以散播到這麼大的一個公益的範圍裡面 我們希望這個講話是原性 對於公益的虛擬 然後大家帶著把傳媒 傳承出去 過得出去 希望說台灣的民眾 看到我們的疫情故事 只要不夠改變一個人 就有機會讓台灣多一份溫暖 少一份悲慘 第二屆台灣疫情獎 健亦勇為挺身而出 成功 希望藉由他們的故事 讓更多人挺身而出 讓更多的好事發生 今天節目非常感謝您收看 也希望透過台灣亮起來 能夠讓您感受到一股向上的力量 三地秀台灣 我是郭亞惠 我們再會 要賛成功 由於公益的宗教 不足! 既然有大多心 兩萬人 結束 自行